大家好,昨天讲了一些贵州省的财政枯竭了 找中央要钱 全国第一个破产的省份是贵州省 下面的基层的政府,那真的是没钱了 不好过,你们没有当过小地方的官 我是当过的,真的不好过的 一家一当的,管着几百万人 甚至几十或者几十万人 那么多人要吃饭 你没钱,你怎么来呀 过去卖土地有点钱 上面在每年再给你财政返还 拨点钱,财税返还拨点钱 完了以后再加上本地收点这个税那个税的 日子能过的 它主要是靠土地税 土地出上金,卖土地吧 土地财政吧 这么一晃一晃的 过了大概二三十年 日子还能过 现在你想想中国的经济都不行了 房子也卖不动了 大量的私人老板被抓进去了 完了以后呢 外企也走了 香港的那些个想在中国抱二奶生孩子的那些个人 也不来中国做生意了 香港的这个事情也让人心寒呢 这个说起民营企业 我昨天看到一个消息 我真是吓得我 真是松下裤袋子 说西包子不是前几天也讲了一句话吗 是不是 上个星期讲的 上上个星期讲的 说这个民营企业 是我们自己人 是不是 西包子的原话 民营企业是我们自己人 能不抓的就不抓 能不补的就不补 是吧 能不罚的就不罚 要把民营企业当我们自己人来看 意思就是要尊重民营企业呗 民营企业不干活 中国没钱呗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啊 没想到是什么呢 说安徽这么一个穷地方 穷哈哈的地方 安徽很穷的 一夜之间放了多少企业家出来的呢 放了1750个企业家出来的 说经过研究决定 让这1750个企业 民营企业家啊 回去继续做生意 那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西包子不说这句话 过去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 安徽这么一个穷地方 关了1750个私人企业家 开什么玩笑真是 共产党真是缺德 为什么要关这些企业家 抢钱呢你以为呢 就是抢钱 我先把你人关进来 罚你的款 抢你的钱 收你的企业 都是我得抢钱 无理不起早 知道吧 为什么孙大午 最后就被共产党搞死了 很多人觉得 是西包子亲自指挥 亲自领导 我告诉你错 就是河北那些地方的人 他就是察言观色 看着这个西包子开倒车 这个时候他动手想 抢这个孙大午的钱 一抢一个准 过去抢了好几次 都没抢成功 就是想把他的那个公司抢过来 把这个大把大把的钱 抢到他们那些个孙子手上 特别坏 我跟你说 所以越是经济不好的时候 共产党抢钱的路子越多 所以现在民营企业好像也不让抢了 是吧 西包子发话了 民营企业是我们自己人 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不能抢了 不要不要随便抓 那抢谁呢 那就抢比民营企业 那个更可怜的 底层人 这两天我在网上瞎逛啊 有些个朋友给我围尿 有三个抢钱的 新怒子 共产党新发明的 看完了以后 真是心生悲凉 我这个人呢 因为是从草坤出生的 家里都是身无分文的 都是底层人 我看到这些消息 我真的 哎 真是一声叹息 所以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说在全国很多地方 早就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一年了 就地方财政不好 没钱了嘛 土地的东西卖不出钱了嘛 是不是 他这个时候开始打农民的主意 中国的农民每一个家庭 都有个房子 是不是 那是小产权房 房子要建在土地上面 那叫什么 叫宅基地 当年胡锦涛他们搞的时候 胡锦涛公交报告搞的时候 农民不收税 宅基地免费 使用 祖业 是不是 这是个正常情况嘛 结果现在很多个地方的官员 觉得这个宅基地啊 哎 是一个裁员 是一个收税的 收费的一个很好的穴道 因为每个农民都有 每个家庭都有 是不是 开始打农民的宅基地的主意 先给你设定一个标准 说你的宅基地呢 的确是 你有免费使用的权利 但是我跟你面积呢 跟你先出台一个规矩 下发一个文件 你的面积只有多大 很小很小 跟城里人差不多100平米 是不是啊 100平米的宅基地 你想想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 农村的房子 100平米怎么盖嘛 是不是 没法盖 动不动就500平米 600平米 甚至一亩地 是不是 就盖在自己的那个田间地头 各个家庭 没有一个农村的宅基地上面 盖的房子不超面积的啊 所以你凡是你现在政府 他出台文件 你超过面积 就要收你的钱 他收的多不多不多 他多种取利呀 是不是做生意一样的呀 事不多 每个家庭 有的家庭可能一年要交300块钱 最多的他们讲 一个家庭要交4000多块钱一年 一年4000多块钱 农民根本就负担不起 所以他也是看人下菜 如果你的家庭条件好点 是吧 我就多收点 如果家庭条件不好 我就少收点 300块钱也是钱的 是吧 放在篮子里都是都是柴呀 农民多啊 是不是 人口基数大呀 又一下子财政有钱了 你说这个中共这些狗东西缺德了 农民收入多低呀 你一年收他300块钱 那一年只有多少钱 是不是 只有几千块钱 你说他300块钱 他怎么过日子 还有一个农民家里一年收4000块钱 他一年家庭收入不到1万块钱 你说他4000块钱 他怎么过日子呀 是不是 哎呀我就佩服土工这些个官员 他真敢想啊 因为我太了解那个情况 我昨天看到这个消息后 我老的你立马想起 我的老家的那些个农民 真是每家买货 他们都是节一缩失的 就盖了一个房子 有的房子盖的还挺气派的 说什么特别大 铺在地上 少说也有半亩地吧 那些100平米的宅基地 你开玩笑 真不像话 土工真缺德呀 真是我觉得土工这么搞下去啊 每个人都要五马分尸 那些个狗官员 不得好死 第二个是什么呢 说农民也是围绕农民 农民种田种了好多年田 是不是 我他妈就是农民出身 从来没有听说过农民去种田 你需要上岗证的 因为你在城里工作 你要有证件的嘛 是吧 你要有工作证 你要有资格证 你大学有文凭是不是 你都总得有个东西啊 农民现在是个什么 你种田是个技术工种 既然是个技术工种 你就要什么 你就要考农民上岗证 叫农民证 钱收的也不多 我跟你讲 你这个农民行不行啊 给你盯几级农民 以前我们小时候 我们说工人是八级工人 一级工人二级工人 说我有一表我哥是七级工人 哎呦不得了了 是高科技的人才 农民现在也给你盯几别 你一级农民二级农民八级农民 要考 村里的干部 乡里的干部去考试 看你的田种的怎么样 是吧 爷爷种的一辈子田 哎 考过了五级农民 儿子呢就没考过 因为一天到晚有时候好险 打麻将不会种田 不考不过怎么办呢 你的种田呢 交钱呢是不是 挺有意思的啊 不多 收你一个一百二百的啊 那也是钱呢 你看那个中共他为了 为了养活他们庞大的财政 这开支啊 养活他庞大的公共源系统 对农民收钱 那叫一个绞尽脑汁啊 真是缺德啊 我这个人呢 特别在乎这些个消息 真的我就想起那些个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那些个农民 哎呀 在中国我跟你说啊 真的 你们有些人看我节目的人 你一定要听进去 打死不作中国农民 真的是 爬也要爬到城里去 真的 以前就有这样的说法 有夫之人住街角 是不是 你千万不要在农村待着 农村是最可怜的 真的 哎呀 真的 我有时想想我这辈子真不容易 怎么就逃你的农民这么一个身份 真的简直是个神迹 真的 当然城里人也是爬也要爬出中国 是不是 真的人的迁徙 是人自己所能做的自由迁徙啊 是人自己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工作 你必须要动起来 是不是 真的是 就跟水一样的 你只有流动的水你才不苦难 否则你真的就死了 哎 再讲第三个土工的新发明的抢钱的套路啊 更狭乎 现在很多农民嘛 很多城里的老百姓嘛 有点小钱 是不是 要上班要工作 都会买一个电动车的 是不是 买不起汽车嘛 是不是 买电动车以前我们小时候 我们就是稍微条件好点的 你买一个自信车 是不是 哎 现在电动车比较普及几乎每个家庭都有 就是普通的家庭啊 穷人一家庭 现在电动车要考驾照了 是不是 考驾照要交钱的啊 说这个 首先你要照相 统一照相15块钱 完了以后要体检 你开个电动车 你还得交体检费 多少钱也不多 20块钱 然后报名费要多少钱 300块钱 可以了嘛 电动车加起来 我看算是335块钱 是不是 考个驾照 不多 你知道考一个机动车的行驶证 就是所谓的驾照 要多少钱 要3000多块钱 是不是 你还要去学习 你还要费用吧 没得个五六千块钱 下不来的 那很贵啊 一般人考不起 一直考这个电动车 我跟你说 你也要考驾照 土工中国抢老百姓的钱 那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动足了脑筋 你说过去我们都知道啊 好多个大城市是禁魔的 禁电动车的 这会要考电动车 考驾照 那谁谁会要去考这个驾照 就农村人 你以为呢 因为成年人的禁魔 禁电动车还没解禁呢 哎呦 你知道这个土工中国 真是欺负农民 欺负到什么样啊 我真是我看这些消息 所以我觉得我真是 我眼睛都跌下来了啊 真是 我都想不通 他们怎么就敢这么想 就就就就下了气 就就就就敢出这个 搜主义 欺负老百姓 真的欺负农民 我跟你说啊 中国这个社会 但凡你发明 你发现了 这个那些狗官呢 开始欺负农民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崩崩打不了几天了 就快灭亡了 这个王朝就快垮台了 因为你要知道 中国人的历史故事 就是每一次王朝的更迭 都是农民起义 给他给他掀翻的 是不是 所以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 就是活不下去了 只有一条路 就是脑子搞农民起义 弄死你妈 真的很神奇 谢谢